Next one,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人,胡适丹丹的 And they have no devotion to material things 好了,他们懂吗?No devotion to 看到没有,devotion不太好吃 这些呢,转译了,像用否定词,表示平词 他们懂吗?没有任何的一种专注 对什么?Material things What is material?物质享受 For example,我是一个什么?I'm a bureau head I'm a bureau head,我就去个厂 今天我得做什么东西 我得做一个,你做的什么?你做的Audi 不行,我总得做一个什么?Toyota 对不对,我得做风铁 用感觉,就是说,总喜欢追求物质享受 对不对,坐高档车 然后到什么,very luxurious hotel 住高级宾馆,对不对 基本上你不能五星吧,基本上是四星半的 用感觉,就是追求物质享受 但年轻人呢,没得用感觉 OK,他们说 All this seems to me to link them with life 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的,让人觉得生意的东西 All this seems to me,power 对不对,什么意思?to me,在我看来 我所认为,注意啊,他说话很幽默,而且很有分寸 为什么?他没有说,你如果讲一下,把那个to me宣掉 All this seems to,麻烦了 好像这是人人都认为的观点 对不对,他们说,我这么认为,你看不看有你 对不对,这一切在我看来,怎么?to link them with life Do you know life? 这不是生活,叫生机的意思 我们说一个人有生机,怎么说? He is a filled with life 这个人没生气 死气沉沉,how to say He is a lifeless 会了吗?反应这不叫lifeless吗? 他没有生气,这个人呢,死气沉沉 OK,所以呢,我总想呢 给他们一个字眼,叫什么? 把什么和联系起来叫link with 我总想呢,把他们和一种生机 紧密相连,是吧? 就是说,我总觉得他们这些人 总是生机活泼 充满着活力的 Who? Young or old Young or a OK,跟你说 说了那么多,那么就是年轻人 因为这样的一种特质 什么呢? And the origins of things What does it mean? 而且尽管这个和lif构成比较定列词 而且我总喜欢把他们和什么相连 The origins of things Do you know origin? 对了,事物的起源 就叫事物之源 Origin叫起源历史 本源叫origin What does it mean? 这个呢,有一点内涵 他们有名书 What does it mean? OK,orange 这个词注意一下 Origin For example Do you know original? Origin of a species 有一个著名的作品 OK,species What does it mean? Yeah, this is by Darwin Darwin 物种起源 看到哟? Species 就是物种大起源 这个著名作品 所以它的形词叫做original 原本的 OK,for example Original Film,Original movie 就是原本电影或原本小说 但是简称就可以如此 比如说 I love originals What does it mean? 我喜欢看原本东西 这个可以做名词 这种名字 Original 好吗? 所以这个Original means Not think 事物的起源 What does it think? 给它一个词 什么感觉 如果你说这个修德 就是说没有任何别人对它一种影响 或者没有social influence 没有任何的比方 外界的有interference 你认为它什么? 可能最大的特点 innocent What does it mean? 对了 这叫宠魂针 甚至叫宠魂结 对不对? 我们就说它这个Original means 说白了就是innocent 年轻人可能就是事物之远 你比如说一个New baby 或者New born New born 新生儿 你说它的皮肤 可能那么的delegate 小孩的皮肤可能最柔软 我们说现在用惯了什么 各种的这个lotion 那个霜 但是你小孩的皮肤什么天然都不用 原因是什么? 它本身就是innocent的特质 对不对? 它内心最纯洁 它呢 什么都是一种什么? 叫一尘不染innocent 对不对? 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污染 所以叫Original means 是不是 就是说年轻人一看到 一看到年轻人 总想把他们什么 事物的起源 临起来 就是说年轻人总是那么什么 丑魂真 然后呢 那么灿烂 那么的令人感觉到什么 不想灵贫 OK 这是它的感觉 好吗? Yes 所以叫Origin of things It is as if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cosmic beings 好 又是做as if 什么句 虚拟 假设句 后面一定虚拟 好了 说了那么多 真的有时候我会这么想 好像他们的吗?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他还有点呢 收点 他们又说 they were 加了一个 tary in some sense 可以这么说吧 也不敢完全 你们说 因 some sense 某种人而言 他们什么? cosmic beings 心外来客 对不对 他们真是什么? 不识人间映火 好 这是一种对比 西文的它的对比出来 你们说 in violent and lovely contrast with us suburban creatures 什么意思啊? 好 这个词你先把它简化 我们说 与什么比较 hold say in contrast with 对不对? OK 很简单 先把词组最根词达到 in contrast with 叫作品 对不对? 与什么构成比较 好 这种比较我们说太平淡 加一些什么 定词 什么呢? 第一个 violent 什么叫violet 强力 就是strong 就是strong的一个代名词 懂吗? OK 行程中强力无比 而且呢 lo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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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生动 第二个词 叫lovely 另外一词 实际上指的是excellent perfect 完美 或者叫绝妙无比 懂吗? 叫lovely 那么新活 那么绝妙的比较 本来是比较 怎么比呢? in violent and lovely contrast 于谁呢? us 于我们 我们是谁 在哪个后制作为同位 suburban creatures 谁呢? 你看没有 前面用的是cosmic 它两个词都比起 人家是cosmic 而我们呢 suburban 什么叫cosmic 一个天 然后呢 一个地 cosmic 天啊 然后呢 什么叫suburban 你是地 还不是城里的 农村的 还是郊区的 最后的对比 第二个人家是being 你是什么 creature being就是人了 而你是什么 你是动物 你是生物 看没有 这就叫先名而什么 绝妙的比较 所以呢 好像呢 什么人 年轻人 他说呢 真的 以我们这些泛泛之辈 mediocres 英文叫 mediocres 啊 mediocres 以我们这些平庸之辈 比啊 他们简直是一种 让我们什么 看起来高不可喷的一种 绝妙的一种 天外来客 最宁静呢 在他眼里成了什么 ideal 或者叫idol 就是那idol 是偶像其他人物了 right ok 真的是啊 他认为idol 不要写一点他 这样子正好可能对比 或者一点他 傻瓜 right 两次啊 正好就很像一个叫idol 也一点 所以有个学生啊 这个老师说 yeah teacher i respect you so much you're so excellent you're so perfect 然后呢 那么快说的忘了 you're my 老师等着肯定要说什么 idol you're my idiot right ok 搞的人很难受 awkward right embersome 所以呢这个词啊 叫偶像 那么这个就是傻瓜 正好对比啊 听说一下idol right ok 所以呢他看到没有 他说呢 人家就是天外来客 是一种什么 人家先进来的 不是人家先进来的 而是天上天空里 或者叫什么 heaven 就是什么 paradise 天堂来的人 而我们这些人呢 太平庸 想的是什么 comfortable 然后呢 money 甚至呢 status 人家什么都不顾 人家呢 是一种不顾一切人家享受的东西 ok next go on all that is in my mind when I meet a young man 好吧 all that 就是上面一切的想法 对不对 上面这一切的想法 正是什么 我遇到年轻时 年轻的时候呢 心中的所思所想 right ok when I meet young man young person 好下面 看到没有 西方儿说的东西啊 很幽默 我们中国人总想把下面的东西放到前面 看西方儿欠不出了 他呢 下面补充一下 he may be conceded you mannered 好 最年轻什么东西 看到没有 wakeness 对不对 弱点吧 wakeness是什么 对不对 看下 conceded you mannered 粗暴 right 粗暴无理 you mannered presumptious 什么感觉 自以为是 factuous 愚蠢无比 好了 我们更加强调 如果我们写作可能会放到前面 年轻人你要说好 先给他铺点 对我们中国人先铺 怎么铺呢 这个人怎么怎么 这个话题转 心管他 但是 年轻人嘛 有他句点 但是好的地方还是多 right 就是西方儿写作 先说好 然后呢 something not so satisfactory 就是说 作为我一个读者 我先读到 年轻人的本质是什么 good or bad good 因为前面就是侧重点 后面呢 附带点 你有些人读没见就过了 我不看了 好年轻人弱点呢 可审可要的 understand 所以年轻人或许会什么 会讲那样 but I do not turn for protection to jury clichés about respect for elders 好了 尽管年轻人会 maybe but I do not 重要词组 叫turn for protection to 这是什么用法 好 这个词组啊 它的根词组叫什么 turn to 就还是求gray ok turn to啊 意思是什么意思 求助的意思 gray 就是求助 for example 你跟你的朋友说 whenever you are in need turn to me 有问题 请找我 no turn to policeman ok 找警察 ok 任何时候你有问题 whenever 注意我们既然说这个词吧 whenever you are in need 任何时候你只要有需求 turn to me 转到我身边 不就是求助我吗 请找我就行了 我会给你伸出什么 I will offer you a helping hand 有爱之手或者关怀之手 turn to 好本来是求助 那么好 他又进步强调 怎么样呢 干嘛 for protection understand 可以没有 本来这个for是在turn to 后面 懂了吗 但是家人turn to somebody 或者something 求这什么东西 目的干嘛 是为了得到保护 懂了 那么现在这个为了强调放到这儿 我的目的就是turn for protection 然后呢to something clear for protection在后面的 但是为了呢 想到我把这个持组的 刻意的什么 看完 understand ok 所以呢叫turn for protection to but let's do turn to ok next 好 但是我却不会刻意的为了寻求保护 干嘛 到什么 to jury clicious about respect for elders 那什么意思呢 那这话你要理解 你要想到 how about the author he is young or old 他是个老年人 对不对 我竟然说年轻人那样好 这样好 但话说回来 有些人问我 you are old 你就是老年人 你为什么老不说最好呢 ok 看到没有他就要说了 他点名这个观点 我不会为了什么 寻求保护 而转向turn to 求去什么 那些jury the jury boring 令人生厌的clices the cliches 陈词滥调 老兄常谈 什么东西呢 how about the respect for elders 是不是 哎 关于那些对老年人敬重的一些陈词滥调的东西 比如说 你说呢 我要为了寻求保护 可能要说老年人的好处了 对不对 但现在你看他说的谁好呢 年轻人好 或许你会想老年人有什么感觉 可能什么 honorable what's mean 或许会是老年的词 这叫honorable what's mean honorable 容易的叫reverent 这都指老年的好词 对 第二词一下 这词有点相近 这词一下reverent 如果呢 还说出来这叫什么 对了 受人敬仰 或者呢 为人师表 OK 都是好词 就是说honorable 有荣誉的 有得高望重的 懂吗 这种词都是得高望重 这个人只有呢 很高的这种老年人休养 这种词 得高望重 为人师表 等等等等 so 但是可能 我这里面绝不会转向日词 why 我不会为了寻求保护 哎 我们老年也有好的地方啊 比如说我们是honorable 我是什么reverent 我不想说 我只要说old man 就是他问题所在 老年人就有问题 并不是说我为了好像呢 为我自己辩解 说我是一个什么honorable reverent understand yes or no yes ok 好 继续下面再一步强调 as if middle age were reason for respect 老年人怎么寻求这种 比如说陈词烂条保护的原因 似乎看来as if 什么 偷小虚拟吧 怎么说呢 似乎而言 仅仅年龄就是一个什么 令人真净的原因 好像你上了年纪 你这个人再坏 那么人们都说 哎 毕竟是老年人嘛 no 他是什么 话说回来 他是什么 age 什么 is not 这是他的观点 reason 什么 for respect 他没有明说啊 他说呢 说白了 你上了年纪并不是受人正义的原因 懂吗 不能作为原因存在 就说你要做一个什么 好人 you must be always good even until you address your old age understand 就你要做一个善人 你得一直行善到你最后一天 而不是说 我呢 可能行过一辈子 到了老了的时候 我们说 让人不要说 让人说我还是个好人 no islam 年龄不可以作为受人正义的原因 understand 就是你要好 那么你一定要呢 从善始终 都有一种什么 善心 understand ok that's all 所以这是他的观点 所以呢 这个做的什么东西 他呢非常的直接了当 他没有明点 但是他非常静静的说出来 ok 年龄不可以作为 让老年人什么 托词的一个借口 clear yes ok let's go on I accept we are equals 我承认这一点 accept 就是I admit I will say 我会承认这一点 we are equals 这个位置是谁 是指old man 还是young man 还是boss boss 对了 我觉得我得认可这一点 我们都是同辈人 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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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呢地位相等 就说说白了 可以呢相互什么 坦承你的心灵的人 equals 同辈人 re 好我们都是同等地位 and I will argue with him 甚至我还可以干嘛 和他呢 去辩论一番argue re argue with him as an equal 看到没有 因爲什么 作为一个什么 平辈的人来和他辩论 我 这句话说完了 我会不会什么 我不会什么 对了 我不会什么 right 英文叫医老卖老 还有医老卖老 有点什么 我不会呢 以老字基于 对对好像呢 干嘛给他什么 一些什么 experience 什么 no no 叫stodings 意思 意思 我不会给他一些责备 啊 责备 或者是责难 就是说我不会 ask 什么 scouldings ask 什么 as an old man I cannot 所以这样说 I cannot pass on scouldings as an old man right 这不是意思吗 这不是意思啊 我不会作为一个老年人 来把我的什么 这种责备 充满掉在身上 这什么意思啊 我不会一老卖老 对不对 我不会因为我年龄的关系 而把我内心呢 好像那种不满之情 发现到他身上 我们作为什么 一股的存在 哎 我想他所想 他呢也为我所想 我们两个呢 以同类人的心理来进行 沟通人心理的交流 ok next 作为同类人而言 我可以和他争吵 但是呢 我绝不会把他 把我作为什么 因为什么 这一点要坦诚不公啊 for example 可能年轻人一想这个问题 yeah no I cannot see more sing said you are an old man you are so reverend you are so honorable 对不对 老年人可能 没有这样感觉 但年轻人会想 您是一个当者 senior I have to retreat retreat 我只能呢 哎 退而求其次 我不敢和你争了 但是呢 我这里面认为 一句话 既然要和我交流 你就把我作为一个eco 懂吗 年轻人 就是我和你有共同的心理 understand ok go on if I think he is wrong understand 有没有 如果一旦我觉得他有毛病话 我会指出来 但是指出来的前提是 as and equal understand that's all ok very simple 但是从文章的角度 language is very simple but it's really deep thought Thought 我们叫deep thought 什么是啊 深思的内涵 Thought-provoking 可能是说 Thought-provoking 这个Thought 思想 干嘛 provoking provoking 调气 叫什么 引人深思的 OK Thought-provoking 好了 这个文章可能有这样感受 what do you think this or not as a young man ok say something about this article 你说年轻人干什么 care for life color for life 他就年轻人有一种什么 灿烂般的人生 这是让人更羡慕的 诶 但是你觉得年老人 好像这个人把老年批的什么 叫tear into pieces 搞的什么 体无完复了 真的这个状态 一说呢 有点过头 maybe 就是做的观点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文章特别短 他只是谈到 因为这个文章 如果按他的正常写法 就是节选的 后面又谈到一个老年人 尤其好的地方 也谈到了 在这里面 批驳得很深 因为他只是目的在什么 young men are good generation 对吧 good generation 那话说回来 老年也有其优点所在 ok 今晚有什么 experienced reverent honorable 我们说 还有叫什么 江 还是老的啦 ok 好 英文怎么说 江还是老的啦 ok 江 英文叫ginger 你们都讲是吧 ginger 江 西范儿很少吃江啊 好 那么呢 我们只能用转译词 anold ox 一个老牛 老牛 什么 makes a a straight yes 一个直的 ok a straight very good 下词 叫furrow 这个furrow啊 如果农村里种地 只知道了 这个牛干嘛 拉那个什么 那个梨啊 干嘛 离出的那个梨沟 叫furrow 那么好 什么意思啊 只有老的牛 才能拉出一条直的 离构出来 什么意思啊 江 还是老的啦 re 英文这么说啊 old ox makes a straight furrow ok street furrow 那个furrow 指那个离构 yes maybe may not be so re 但是这个观点我们啊 撇开 因为我们这个手语文章 我们基本不谈观点 listen 所以正在你们写那个tofo yeah 雅思维 all the articles don't always care so much about the idea 或者opinion 懂吗 西方人不是这种观点 就是说你写文章 一定要什么 can explain away 什么 explain explain away 加个explain away 叫什么 叫自圆其说 懂吗 不管你说run or write 但是一定要什么 把它呢 wrap it up 把它包起来 叫自圆其说 懂吗 就是这种观点 你不要好像呢 西方人不太做出观点 指住你的逻辑推理 ok 所以我们这里面 就是当然开玩笑 谈一点观点 但是请注意啊 你可以按照这样任何条件 你说的good old man very good honest 你可以反过来说 但是可以的 但是你必须要说的圆满 你们说呢 一会又转过来 哎呀年轻人也不错 老年人也挺好 结果你没有观点就麻烦了 听了吗 一定把你的道理说得很清楚 clear ok 好 这文章啊 基本从另一角度还是不错 哎 比较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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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嗯 这期间